哈囉,你好,我是萊斯 這邊是板橋捷運府中站門口 最近聽說有個很神奇很厲害的炸雞 這是全家便利商店跟韓國Genesis集團 合作發表的全家BBQChicken 這幾天啊,全家炸雞非常熱門 要排隊真的要排很久 也不接受電話預約 我就要起個大清早來排隊 這排隊的人數真的是蠻厲害的 還記得我上一次排隊是江會演唱會 那這是還蠻奇妙的回憶 現在拍這個啊,是我已經買出來了 買完出來了 看到人家投影羨慕的眼光 心裡啊,有點爽 好啦,終於回來了啊 我發現一件事情啊 因為我早上9點40分到 他們其實是表定10點開始排隊 11點開始出菜 結果後來我9點50就已經到那邊 就可以排隊 那9點50排隊 11點準時 我是第一位 11點準時可以點餐 點餐之後我大概只等了5分鐘就拿到 那比較起其他比較晚來的人啊 大概在一開始的那前一排 都還是蠻早出餐 因為雖然我是第一個 可是因為我點的是全餐 全部都有點 所以後面的人會比我早拿到餐 然後如果你大概是10點半左右的話 就已經排到外面去 排到外面至少都要等3個鐘頭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吃全家的這個炸雞的話 我會建議你9點半左右就準備出發 我自己是5點睡覺 8點起床 準備了一下出門 大概9點多到 我會覺得這個時間是最好 好,我們現在就來試吃吧 這個是大家說最好吃的煙蘿蔔 還蠻多人說這個很好吃啊 我剛剛其實有試吃過一次 我個人是覺得還好 就...他就煙蘿蔔嘛 在有的便當店裡面會吃到這種煙蘿蔔 是不錯,真的是不錯 可是就還好 對我個人啊,我個人覺得還好 我們來吃 他好像是說這是炸年糕是不是 韓式炸年糕 可是他看起來不像是炸的耶 我個人對年糕也沒什麼感覺 不過其實我原本沒有很喜歡吃炸年糕 就是原本沒有很喜歡吃年糕類的東西 不過這個我覺得還不錯啦 就是就算你不是一個喜歡吃年糕的人 他也是一個不錯的 不錯的產品 他的醬料還蠻特別蠻好吃的 然後接著我們來吃重頭戲炸雞的部分 炸雞的部分拿回來其實已經有一點點 一點點冷掉 然後他為了不要讓水蒸氣讓肉質變軟 他不會幫你封口 他會幫你開一點點 然後其實 這樣看其實分量有點少 因為剛剛在準備前次要拍攝的時候 我已經偷吃了 其實我覺得這個原味的還蠻好吃的 好了我再吃一塊 因為 今天一整天都沒有吃東西 雖然現在是早上 他這個肉非常嫩 而且 我有看到人家說很柴 可是 我覺得好吃耶 真的好吃耶 沒有到兩個小時那麼好吃 可是如果他開在我家附近 而且如果不用排隊的話 我應該會常常買來吃 可是因為他離我們家有30分鐘車程 而且要排兩個鐘頭 他不到兩個鐘頭那種好吃 可是真心是不錯 而且價格滿便宜 只要1195塊 加薯條 加一罐飲料 因為現在買個送可樂 之後好像沒有 所以平均119你扣掉飲料算100 100有5塊炸雞跟薯條 算一算一個炸雞 算一算一個炸雞大概20塊不到 我覺得相當不錯耶 這個價錢 然後接著起司炸雞 他起司炸雞不是用起司醬 蠻可惜的 我原本很期待是起司醬 信義區那邊有幾間店啊 他是炸雞然後淋那個起司醬 然後看起來拿起來 哇會牽絲的那種 那種就不錯 不過如果是那種東西的話 算了對不起啦 我用手了好不好 如果是那種的話 放冷可能就很難吃 起司粉 味道滿甜的耶 坦白講我覺得這個炸雞 味道滿不錯的 起司 起司的甜味跟炸雞的鹹味 味道很搭 可是 可能 粉沒有灑得很均勻 所以 吃起來會 有一部分很重 然後一部分很輕的那種感覺 你們知道我在形容什麼嗎 就是 沒有灑均勻 然後一部分有味道 可是因為那部分的味道太重了 會導致另外一個地方 吃起來的味道很不協調 不過基本上還不錯 然後接著這個 是什麼炸雞 我也不知道 因為 它有蜜醬炸雞 跟辣味炸雞 可是兩個長起來 長相看起來是一樣的 而且我後悔用手了 因為我發現這兩個不能用手 我還是得用叉子 手油油拿叉子 我先拿薯條 這薯條 這薯條 沒有什麼特別 就薯條 不用期待它薯條 然後因為它的醬沒有很多 欸其實我可以偷偷蘸那個醬 其實我可以偷偷蘸那個醬 薯條 好我要來吃這個神祕口味 這到底是蜜醬還是辣味啊 一定不是辣味 吃不出來再吃一口 我真的說不出來 反正就 它帶有一點甜味 有點像BBQ的那種 烤肉醬 可是又不是 淋在皮上跟 它淋在皮上跟另外一個炸雞比較起來 它會有一點讓你的皮軟軟 可是沒有不好吃啊 就不同的口感 它也是偏甜的口味 目前吃起來 全部啊 吃起來最好吃的 是原味的耶 真的有點諷刺 可是它的原味 把鹹的味道帶的比較出來 而這兩個都是偏甜的 我不是不喜歡吃甜的 只是 它的味道感覺沒有到 沒有比鹹的來的更好吃 好最後一個 辣味炸雞 辣味炸雞 其實我後來蠻喜歡吃辣 喔 好辣喔 好辣喔 這辣味 這辣很厲害 這 這 我也不要吃了嗎 拿去給我媽吃 這好辣喔 而且後勁還蠻強的耶 還在辣耶 哇這個辣醬 不得了耶 他們 他們的 師父 是一個韓國人 就是 他們是韓國師父直接來 一開始要排隊的時候 還不能 就是要想要跟他溝通說 問他幾點可以排隊 還沒有辦法溝通 聽說去啊 他是 他們店裡面的吉祥物 有去的話 可能可以找他拍個照 好接著我們來吃雞柳 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來吃雞柳條 他的雞柳條 跟一般雞柳條比起來還蠻大塊的耶 他的雞柳條 真心的 不推薦 也不是說不推薦啊 不是不能吃 就是 他的雞柳條 感覺沒有很特別 他們的現場 有一些位置可以坐 可是以目前這一個 這一個店的熱度來說 你應該是沒有辦法在現場吃 然後如果你要拿到 像我這樣是30分鐘嗎 你要拿到30分鐘的距離 來吃的話 這個雞柳條 他裡面的肉是柴柴乾乾乾的 跟這個 跟這個東西比起來 跟他的炸雞比起來 完全不能比 這個CP值 這樣吃起來很低 非常低 這多少錢 99塊 有4條 然後我會覺得 不太推薦買 因為如果你不是在現場吃的話 你就會面臨到這個狀況 那如果你想要拿著邊走邊吃 你又不太可能 真的去排那3個鐘頭 如果你有在現場排3個鐘頭 直接拿起來吃 我覺得可能可以點點看 然後跟我講一下說 你覺得怎麼樣 不過以目前的熱度來講 我真的是不太建議 臨時想到去排 我覺得你要去排的話 還是有一點戰術跟時間規劃會比較好 我在想這個要拿給媽媽吃 他可能也不想吃 因為比較硬 比較柴一點 不過再強調一次 首先 我是餓了很久 所以 我應該是要 什麼東西都覺得很好吃 然後再來 這一個東西因為 有經過30分鐘的車程 所以 以這樣的狀況來評斷這個食物 其實不太公平 不過我想應該很多人都會面臨到這個狀況 要講一下就是 他可能真的是你一炸出來 就要拿起來吃 而不要 拿回家再吃 好 接著下一個 我剛剛 發現啊 其實你吃過這幾個炸雞之後 你再來吃這個蘿蔔 哇 味道大加分耶 這個 還是點一下好了 這個還蠻好吃的 這個蘿蔔 鹽蘿蔔 如果你有買 大概一兩盒的話 這個東西 我覺得可以買一下 因為他不是讓你餐前吃的 他不是開外菜 這個雞 算了雞腿給我媽好了 我媽比較喜歡吃雞腿 我吃這個 他這個應該也是 會因為 時間的關係 變得比較不好吃 因為他這個看起來外皮 是炸的是酥 要比較酥脆的感覺 他這個炸雞 儘管是現在喔 他 他的皮還是酥的 跟這個不一樣 雞腿不知道為什麼 吃起來很乾很柴 可是這個 裡面還真的是鮮嫩多汁 這兩塊是 119 119加薯條 味道還蠻好吃的啦 不過平心而論 他也不是一個 值得你特地跑很遠 然後排很久的隊伍去買的 產品 不過 如果全家BBQ炸雞 他開在你家附近 你只要排個30分鐘 我覺得他很值得一吃耶 他味道是好吃的 我覺得再強調一次 他味道真的是很好吃 只是 不到兩個鐘頭的價值 而且他放了30分鐘 還可以這麼好吃 我覺得蠻厲害的 好啦 影片到這邊 再稍微拉塞一下 就是 我真的強烈推薦 如果你真的想要吃 你大概9點半之前就要到 然後 你9點半到那邊 9點50開始排 這樣子 你只要排一個半小時就好 可是 如果你是到10點10點半才到 你就要在門口等3個鐘頭 我這才應該是以上 他要排蠻久才會前進1格 然後他在排隊的時候 他有分3段 第一段 第一段是在他們的門市內的店 然後第二段在門市的門口 第三段在外面 這幾天相當熱 如果你要排到第三段 你要等3個鐘頭 而且那個3個鐘頭是 你在第三段的最前面才3個鐘頭 如果你是在最後面的話 我覺得你一個下午就這樣毀了 那我覺得你還是 不要為了吃這個炸雞排4個鐘頭 相當不划算 好啦這次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我覺得先不要訂閱好了啦 因為我的頻道還是遊戲頻道 如果你不是在玩遊戲的人 訂閱我的頻道 你可能比較少看到這些生活類的分享 你就看看就好了啦 不過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你還是可以幫我按個讚 然後 分享沒關係 好啦就這樣 謝謝大家 大家掰掰